有的决定可能需要冷静心 但再怎么艰难也不能脱过夜 拆 虎不拆 迟早是要面对的 走 彭彭节 来 现场老师们 包括我们现场同学们准备 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准备 我们录制准备开始 朴树老师居然 居然没下班 朴树老师居然 居然没下班 我感觉这是他做过最疯狂的事 熬夜录节目 因为朗朗老师明天有很重要的音乐会 所以说今天他要提前走 请大家对他理解 好